回到台湾共同团 台问题到底应该要怎么解决 我们今天在讨论 台湾这么多这么多的经济问题 现在说陷入您 看不到我们执政团队拿出方法 那该怎么办 于是民进党抛出了一个 开国事会议的声音 我们今天在讨论这个议题的同步 欢迎观众朋友利用这个 0951072072的专线电话来表达 您再不赞成开国事会议的态度 好 我们刚刚讲到说呢 对于刚刚选举完的美国来讲 美国中的欧巴马面临 我们最近常听到这个新的名词 叫做财政悬崖 财政悬崖要怎么样来解决 那他简单说到要磕富人税 那富人税要怎么磕 那么现在呢 哇 在国会当同样也是呢 大小党不一的情况之下 他如何说服反对的共和党 今天最近消息告诉大家 有些共和党开始支持他了 为什么呢 不过这么几天的一个效应的发酵 因为这个问题对整个国家的发展 是非常积极可危的一个发展 那么欧巴马上任到现在做了什么事呢 会晤了各界的领袖 包括劳工团体他也都会晤了 好 所以我们的马总统呢 上任到现在呢 他有会晤到哪些人吗 刚才说你们在野党都反对了 都不愿意去跟他会面了 那就没有办法跟在野领袖 好好地谈一谈 那马总统见过了劳工团体吗 见过了各个团体吗 我们就带您看看 经济问题现在到底多严重到 这么多的大佬们 最近给我们的马总统 提出了多少的一个建言 这只是我们现在看到 我们做一般的媒体报道过的一个整理 但是到底大家说的话 总统有没有在听 好 我们来看看 这是经济拉紧报的情况之下 企业主纷纷接连做了表态的动作 最近国内企业负责人 对政府的批评跟期许在这 我们来看到 好 最近都是在这个开运动会的时候 把真心话说出来了 台数集团总裁王文元说呢 台数在国内的投资计划 遇到阻碍 包括六亲五亲 以及台数石化高附加价值的 HSBC橡胶等等 他感到非常失望 好 在美国可是备受重视呢 来看看鸿海董事长郭台铭 他说呢 马总统啊 你不要过分依赖政府的决策 面对挑战不要畏惧 不要悲观 来看到台积电董事长张忠谋呢 优信的是新台P的汇率啦 不利台湾企业的出口竞争力 这个问题跟彭华南央行总裁 做了一个口水战争了 来看看工总理事长许盛雄也说了 为打造黄金十年 这个对于打造黄金十年 是没有具体作为的 沦为口号治国了 加深了企业的营运负担 使得国内投资环境更恶化 形成五感经济 话说得很重 工总的名誉理事长陈武雄说 两个ECFA效应有限 真正对厂商有帮助的项目 像面板 汽车 整车 以及部分石化工具机 都还没开放也 远雄集团董事长赵腾雄 都为自己说话了 生死税要订定落日条款 应该赶紧停征证所税 要来请教的是江委员 我们都希望说在野声音能够听 你刚才也提到了 那希望在野领袖 跟我们执政者 能够赶紧有场对话 但其实话说的好多好多 没有亲自坐下来谈 其实观看很多的媒体 每天简报也非常之多 但是我们看到美国总统 欧巴马一上任之后 做的动作 马总统有做吗 今年以来他请议过谁了呢 请议过哪个大佬吗 还是请议过哪些 这个以前的意见领袖吗 还是他见过的劳团吗 并没有 我想私底下他在总统府 有见过哪一些团体 这我是不清楚 那个接见又不一样 那种是接见 但是公开的请各界 来表述他们的意见 这一部分我觉得是 的确总统这部分 他们可以再把气度做大一点 那虽然说 陈冲院长在之前 他在行政院 他刚接任没多久 就开始开一连串的 这个经济发展相关的会议 但是总是让外界感觉 好像都是内部一直开一直开 然后可能找了我们这些 商协会的代表 去表达一些意见 那甚至有一些商协会代表 他们开完会之后 有一些我遇到过的 他们也提过说 他们也怀疑说 这样子开完之后 到底能不能具体来落实 所以我觉得 这的确是刚刚主持人有提到 就是说其实不见得开国式会议 那其实平常就可以去 倾听这些不同的声音 那有一些声音 如果是很具体可做的 应该就是马上来给他执行 那我觉得这个是最直接有感的 而不是说只是把大家找来开一场 很大的大白白的会议 感觉上好像纳入了各方的意见的 但实际上那个距离执行 都还非常非常遥远 那我甚至也觉得说 过去其实 比如说蒋经果时代的时候 我们常常会提到说 他有很多民间友人 他偶尔就会下去哪里 然后去摸一家小店 给他吃个简单的餐之类 当地的特色餐之类 但是现在比如说总统或者副总统 他们下乡 我的感觉跟观察是说 好像就是为很多人迎接之类的 然后变成是一个比较行事化的 或许里面也真的谈了一些事情 或许是某一个团体 集合的一个会议在那边等他 但是我觉得毕竟那个跟最基层的民众 他还是有一些距离存在 你比如说像我昨天晚上 我从台北回到台中的时候 里长打电话给我 要我过去 我过去之后一个客厅的人在那边 他们就在那边吃宵夜喝酒 可是他谈的是我们的国家大事 他关心的是我们现在 社会上基层的 他们在讨论的一些问题 我觉得像这一种就是说 你只要坐进去 你马上感受不一样 你马上就会面临到说 他们关心的问题 跟我们在政策上面的 实际的一个落差就会存在 我觉得这种也不用多 有时候或许你真的是 不要去刻意的安排 然后就下去走个几趟 台湾那么大 宋楚瑜当时之所以 在当省长的时候 姑且不认说那时候 省府的经费怎么样怎么样 但是他一个行动式的那一种 治理方式 的确是得到地方上很多认同的 这部分我想我们必须 必须要提出来给他肯定的 所以我也觉得说 现在的政务官也好 或者是部长级的这些等等的 总统既然也说你们应该要下乡 等等的 那总统其实本身也应该 在这方面能够做几个 让我们的部长来看 应该有期待投资 这不是简单 Long Stay或Home Stay而已 委员自己都说 因为一定有接待过总统下乡 像我也到您家去了 所以这个花获的力气有多大 但真实有没有听到 真正民间的声音 国事会议到底该不该开 或许大家意见并不一样 但真的要开国事会议 到底哪些问题 应该端上台面 趁这样的机会 好好地谈一谈 我们今天提出了几个例子 希望如果未来国事会议 开得成的话 这些议题都是我们政府 你现在立刻必须赶紧 来关注跟解决的 第一个推幅制度 现在眼前 逆刻要来做解决的 经贵到退幅18%的优惠的问题 是不是该好好地解决解决 来看国债的问题 中央政府的负债 是4兆8745亿元 每人平均负担21.6万元 这当然跟刚刚运鹏 给我们看到的15兆差很大 包括潜藏的负债在里头 现在是国债中上的数字是这样 所以这改革 证所税 豪宅税 到底有没有所谓的富人税 要来改这个我们的税负呢 这个部分应该好好检讨一下 经建计划 不止中长期短期 立刻现在大家要建效的计划 是不是政府 你有作为拿得出来 两岸的部分 所以持续要关注 这个核四的问题呢 1999年动工到现在 没有办法完工 经费超过3000亿 这两天新闻说 3500亿恐怕都做不好 该再做下去吗 继续看12年国家的问题 流浪教室问题 是不是也该好好地解决 解决呢 我们广告回来继续讨论